全国三级警戒后各店家都配合实联制 除了行政院推出的简讯实联制系统外 还有纸本抄写和Google表单 立委高宏安表示 实施至今中央却没有一套机制去整合分析数据 如果今天使用纸本的表单或者Google表单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去真的把这些也是属于民众的足迹 作为完整疫调使用的资料 到底应该要如何后续来进行使用 如果今天沉入王先生的经验就是 我们的CDC根本也没有任何的计划或者是平台的管道 去将这些资料来做有效的收集跟利用 那这样子的资料收集又有何用 那甚至还包含了就是说今天这些资料的拥有 就是我们今天讲资料收集的单位或商家 他们还必须保管这些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就是增添了许多民众与商家的麻烦 但是这些资料却没有被善用 立委邱成远也表示手写流程的实联制资料 从执行面就有许多问题 政府应该要将相关规定定定清楚 各单位才不会无所适从 第一批的记录实联制的资料 无论是简讯实联制的资料 还是各个这个非公务机关手写流程的资料 都应该要开始进行销毁 但是现在人民的个资到底存在哪里 店家销毁了没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出来说明 但是我们要怪的并不是店家 因为很多店家也跟我们一样 对政府整个的目标不明的政策 感到这个补煞煞 民众党团表示1922简讯实联制 已经实施超过一个多月 但相关法律授权配套措施等均模糊不清 呼吁因加紧跟上脚步 民众才有信心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